这个熊孩子又拿水墙资蚂蚁窝了 蚂蚁世界直接出现特大洪水 辛苦搭建的城市被摧毁 蚂蚁们死了死 伤了伤 但他还不解气 跟着一脚就踢毁了一穴 就在聚角即将踩死蚂蚁夫妇的瞬间 熊孩子他妈喊他回家吃饭 蚂蚁夫妇才侥幸活了下来 别看这个熊孩子在蚂蚁面前这么威风 其实他经常被邻居霸凌 每次被揍 他都会把火 发起到比他更弱小的蚂蚁身上 今天熊孩子照理欺负完蚂蚁 就回家玩游戏了 殊不知幸存的蚂蚁夫妇一回到巢穴 就开始制作人类变小药剂 刚一做好 巢穴就再次被洪水冲垮 还在给蚂蚁宝宝唱摇篮曲的蚂蚁们瞬间消失 年迈的蚂蚁也跌入红油 正当熊孩子玩得高兴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吓得他差点哪不闻水管 经过一番介绍 熊孩子才知道 原来他是上门推销 害虫防治的 熊孩子本来不想买杀虫服务 但推销员一通马屁夸得他有些飘飘然 直接在单子上签下了爸爸的名字 夜里熊孩子睡得正香 蚂蚁们偷偷潜入房间 巫师将缩小玩激进他的耳窝 冰凉的触感瞬间把熊孩子吓醒 发现自己居然病得比蚂蚁还小 原本柔软舒适的床榻 现在格外恐怖 他尽叫着摔下床单 被蚂蚁们绑住迅速离开房子 一路上他都像个破烂 被蚂蚁们随手乱扔 蚂蚁们把他带到了看不见底的巢穴 直接添下去 熊孩子吓得要死 一路上所有的蚂蚁都认识他 厌恶的恐惧的憎恨的 唯独没有喜爱 蚂蚁卫兵拖着他走上法庭 法官愤怒地捏着他犯死的一条条罪名 最终决定判他死刑 熊孩子惊胎了 赶紧解释 自己完全不知道蚂蚁也有家庭 也有喜怒哀乐 还以为蚂蚁们都是没脑子的东西 这话一出 蚂蚁陪审团立刻沸腾 蚂蚁们一遍遍大吼吃掉他 就连刚出生的蚂蚁都对他充满了恨意 但最终审判还是得女王决定 狱群瞬间安静 以后先是安抚了蚂蚁陪审团 接着提出了接纳熊孩子 从品行上彻底改造他的世界观 让他从心理上认可自己是只蚂蚁 这样等熊孩子变回正常大小 还能造福蚂蚁帮他们抵御灾难 为了活命 熊孩子只能同意 小蚂蚁们带他到了新手营 开始了自己的第一课团结 老师将他分到蓝队 但熊孩子打心眼里看不起蚂蚁 直接脱离队伍 准备独自跳过大坑 他高估了自己的弹跳力 直接挂在了树枝上 还是蚂蚁们不计前嫌把他救了上来 接着就到了第二关 这关最难的地方 就是必须无条件相信队友 一旦有人松手就会全军覆没 但蚂蚁们都十分团结 手拉手成功当过轮尾 到了第三关 每只蚂蚁都背着一块 比自己大三倍的糖块 稳稳地爬上土墙 只有熊孩子拿了一小块糖 试了一次上不去 就直接踢碎糖块离开 队友们组成一踢 想拉他上来 但熊孩子还是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虽然蓝队因为他输了 但他还是看不起蚂蚁 小蚂蚁们怕他出事 匆匆跟上他 在熊孩子即将被灼烧的瞬间 救下了他 但他还是不灵情 眨眼 黄蜂大军来袭 熊孩子吓得要死 直接逃离一群 没想到有只大黄蜂盯上他 他慌不择路地碰到光柱 疼得刺牙咧嘴 大黄蜂也趁机跳到他面前 熊孩子继续跑 一头撞上爆竹 身为人类 他瞬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捡起玻璃片点 燃爆竹线 跟上来的大黄蜂直接被炸飞 大黄蜂们吓坏了 掉头就跑 蚂蚁们看到熊孩子的能力 直接奉他为救世主 蚂蚁们纷纷讨好他 端出一大盘蜜鹿请他吃 熊孩子还是第一次吃这种甜品 直接就上瘾了 嚷嚷着再来一盘 但他完全没有想到 蜜鹿居然是虫子的排泄物 熊孩子脸都下绿了 接着蚂蚁们带他参观博物馆 壁画上刻着蚂蚁王国文明的星体 同时还有个身材高大的恶魔 举着沙虫记屠杀蚂蚁 熊孩子瞬间就想到了 自己预定的沙虫服务 拿着沙虫记的工作人员 和上面的恶魔一模一样 现在他自己就是只小蚂蚁 一旦沙虫的来了 自己也要死 熊孩子立刻说服蚂蚁们 带自己回家 蚂蚁们举着花瓣当滑翔伞 穿过一个个房间 顺利找到电话 当他看错了号码 把电话打给了披萨店 熊孩子还以为自己 成功取消了沙虫服务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家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 沙虫专家还是来了 知道不能坐以待毙 熊孩子立刻带着蚂蚁 去找大黄蜂们谈判 希望借助他们会飞的优势 一起对抗沙虫专家 本来大黄蜂们还不打算合作 但哨兵突然在他们面前 独发生亡 吓得他们不得不合作 蚂蚁们将缩小药剂 滴进喷枪里 坐着大黄蜂 飞到沙虫专家耳边猛喷 但他戴着耳机 搜小药根本进不到他耳朵 眼看大黄蜂和蚂蚁们 成群成群的牺牲 熊孩子再也坐不住了 坐着大黄蜂 直接冲向沙虫专家 但被沙虫专家拿帽子一扇 他就直愣愣地摔下大黄蜂 好在紧要关头 熊孩子拽住了他的鼻毛 但沙虫专家一鼻涕 他就尖叫地掉了下去 小蚂蚁驾驶大黄蜂接住他 但还是被沙虫专家 扇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眼看沙虫专家喷着黑雾 一步步逼近 小蚂蚁让他别管自己赶紧跑 熊孩子在这一刻终于明白 蚂蚁愿意为同胞牺牲的意义 他咬牙扛起大黄蜂 带着小蚂蚁冲上信箱 大黄蜂们接走伤员 还不忘对他表示感谢 战场上大黄蜂和蚂蚁们 越死越多 既然递不进耳朵 那就变更策略 他将药抹在大黄蜂的尾巴肩上 趁沙虫专家不注意 直接刺在他屁股上 随着沙虫专家一阵诛叫 他突然变成了个四五岁大小的孩子 再也不能对大黄蜂和蚂蚁们造成伤害 蚂蚁们战胜了传说中的恶魔 熊孩子彻底赢得了蚂蚁们的尊重 大家高声欢呼 巫师将变大药亲手交给他 熊孩子成功变了回来 很快邻居又来家里欺负他 但这次熊孩子没有再害怕 而是用气势直接向跑邻居 从那以后 熊孩子常常在一群周围 投放糖果给一群 庆祝这段来之不易的友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万物有灵 千万不要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因为早晚有一天 这些欺负会回报到自己身上 一、二、三里 先来为吉兰合体人